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大陸的割韭菜行動 真的停不了 計稅務部門宣布 要向海外的中國公民徵收稅款以後 昨天中紀委也公佈了 在竹拿外圖人員和追回裝款方面 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昨天中國紀檢監察部的頭版 登了一篇報導出來 標題叫做 疫情下追逃追裝一刻不停 天網2020行動追回589人 裏面是怎樣說的呢 截至今年6月30日 追逃追裝的天網2020行動 一共追回外圖人員589人 其中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佔了152人 在今年爆發疫情的背景下 國際追逃追裝一刻都沒有停歇 天網2020行動截報頻傳 一個個成功的案例 張顯了黨中央 有貪必縮 有負必情的鮮明態度 和有途必追 一追到底的堅定決心 充分釋放了監察體制改革形成的制度優勢 體現了追逃追裝領域 治理效能不斷提升 作為天網2020行動的一部分 在今年4月至12月 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就繼續開展了一個名為 職務犯罪國際追逃追裝的專項行動 這個專項行動啟動了兩個月以後 外逃去加拿大的紅通人員 即是所謂列入紅色通緝令名單的人 原鐵道部運輸局營運部調研員 海濤回國歸案 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濤說 海濤的回國投案充分證明了 連續開展多年的天網行動 已經產生了顯著的震懾效應 又是要震懾的 總之國安法又震懾 天網行動又是震懾 嚇得那些人自動回去 根據記者的查證 就說這一名叫海濤的貪官 在2013年1月已經逃跑了 是中共十八大之後 外逃的職務犯罪嫌疑人 他在退休之前的十年 就已經違規地獲得了外國永久居住權 老婆子女也已經加入了外國國籍 是典型的裸官 這些裸官在中國官場上就是自為惡劣 無時無刻都打算大筆地搜刮民之民膏 到最後一退休就馬上交腳 違規地獲得外國居留權 而且老婆子女全部加入了外國國籍 想著包母死 可以在退休之後享進榮華富貴 不過現在被中紀委天網行動捉了回去 真是活該 不過裸官又不是大陸專有 香港也不少 所以那些口口聲聲說自己愛國 根本上就是很高度的嫌疑 究竟你真真正正愛國的話 為何那些老婆子女 全部都會加入了外國國籍 豈不是在香港做裸官 而且這些人放棄外國國籍 他無非就是要符合基本法的要求下 擔任高級官員不能擁有外國國籍的規定 才是被迫放棄 他並非主動為了報效祖國而放棄外國國籍 這個是必須要神之有神 究竟你搞哪一科 這些人是真愛國還是假愛國 所以根本上就不能對這群裸官寄以厚望 所謂裸官靠得住 豬哪都會上訴 講回這篇報道 中央追逃辦的負責人介紹 說這個海濤作為黨員的領導幹部 搞權錢交易並且畏罪外逃 影響惡劣 海電區監委對於海濤和他的重要關係人 進行了反洗錢的調查 依法查封凍結了他的涉案房產 銀行賬戶 理財產品等的資產 在經濟上使他斷血 有效地擠壓他在境外的生存空間 最後海濤選擇回國投案 並且在今年的1月 向北京市紀委監委發了回國投案書 中紀委簡直是做得非常好 又可以捉拿貪官歸案 又可以追回他們的贓款 更可以凍結這些貪官 在中國的所有資產 甚至乎到最後充公 簡直是一舉十幾得 實際上中共雷麗風行地打擊這些外途貪官 天涯海角都要捉拿他們歸案 絕對是好事 亦反映得出 所謂的裸官 根本在全世界來說 亦是無所遁形的 不用想著可以躲在哪一角 因為現在中共的影響力 簡直是無遠乎屆 就算你逃到非洲也好 哪一個加勒比海小國也好 如果要捉你的話 根本上就沒有定理 通過這個所謂天網行動 其實中共亦展示出 對於海外中國公民 是有一個有效監控的 就算是叛逃到外國的貪官 仍然是走不出中共的五指山 第二件事 到底這個所謂天網行動 和較早前FBI局長 克里斯托弗雷 所指控中共在海外 搞的所謂獵狐行動 是有沒有關係呢 似乎看不到有一個直接關聯的 就不可以說獵狐行動 就相等於這個天網行動 但是在7月8日的 中國外交部記者會之上 發言人趙立堅其實也變相承認了 說獵狐行動是確實存在的 在記者會之上 有美國記者問到他 究竟中方是否真的有實施 這個所謂獵狐行動 你有什麼回應 諸如此類 趙立堅怎麼說呢 首先就說FBI說的 你都可以相信 接著他就說 至於美方有關獵狐行動的言論 他想強調的就是 打擊跨國犯罪 是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 中方在海外開展獵狐行動 捉回外途嚴犯 是維護法律尊嚴和社會正義 近年來 很多國家都和中方積極開展了 相關的執法合作 美方官員作出如此表態 難道是希望 美國成為犯罪分子的被罪天堂嗎 我們敦促美國個別官員 立即糾正錯誤 停止發表錯誤的涉華言論 停止日復一日的炮製政治謊言 停止損害兩國互信和合作的做法 他這段說話 其實某程度上也承認了 真真正正是一個獵狐行動 當然 到底獵狐行動的細節 是否正如 FBI局長 克里斯托弗雷所描述的 完全一樣呢 當然 他沒有承認 只不過 真的有一個獵狐行動 裡面的細節是怎樣呢 不知道 FBI局長 有詳細的指控 趙立堅沒有詳細去反駁 但是究竟是否獵狐行動相等於天網行動呢 看來的性質 都是捉回外途嚴犯的 但是獵狐行動是捉貪官 還是捉什麼人 真的不知道 最後就想說說關於香港的情況 在今天和明天 民主派搞了一個立法會的初選 但是在昨晚 警察手持著法庭的首令 去到設計民主派初選投票系統的 香港民意研究所辦公室的時候 就說 要就著涉嫌不誠實使用電腦進行搜查 那麼究竟這個行動是為了什麼呢 當然 很多市民的感覺就覺得 喂 你是不是要打壓這個初選呢 其實很多市民對於這種感覺就非常強烈 因為不知道你搜什麼 為什麼時間點上那麼巧合呢 人家今天說要搞初選 你昨晚就去搜別人的機器 但是造成了客觀效果就是什麼呢 昨晚我就觀察了那些社交平台 討論區 甚至乎是新聞紙的留言板 喂 很多市民都說 本身他都不打算去參與這些什麼初選的投票 但是被你這樣搞一搞以後 就激起了他那把火就去投票 這些完全就是愚蠢的做法 本來民主派初選的宣傳 就完全是做得不足的 無論是怎樣投票 去哪裡投票 或者要拿些什麼證明文件 證明自己的身份等等 根本上就很少人主動去找料 或者根本上都不知道哪兩天都去搞 但是現在被你的警察這樣走去整一整 那些人就主動去找料 主動去投票 你說這些警察是不是愚蠢才行 究竟你想做的是趨谷的投票率 還是怎樣 我真的不明白 反正現在你的客觀效果就是正在谷的投票率 另外 究竟這個初選 是否違反國安法 這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 在9日的時候說到 有關的初選行為 是可能涉及違反到選舉 滑湖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和港區國安法 相關部門正在調查 一旦發現涉嫌違法 就會轉介到執法部門跟進 但是 這個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梁美芬怎麼說呢 他就說 初選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你需要關注的就是參選人的政綱 和參選的目的 若然有參選人的政綱聲稱 是要全面否決所有政府議案 這樣就不符合參選資格了 即是告訴你 初選本身這個機制 這個行為是沒有問題的 對不對 建制派也曾經搞過初選 你不能夠是像一時比一時 現在人家搞得浩浩蕩蕩蕩 又生家又生氣 你就說他有問題 你就說他違反國安法 喂 實情初選 黨內初選 有什麼出奇 是不是 新民黨有做 是不是 搞過新民黨 就現在說要推舉李梓敬去參加新界東 難道 新民黨搞初選 又是違反了港區國安法嗎 你不能夠因為那些行為是誰做 你就說他違反了 喂 有違反就有違反 沒有違反就沒有違反 你那把赤是要一致才行 如果不是你怎麼服眾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